阿姆長是病室 發展權是病室 可是加那些腫圈就變化了出來 不是 阿姆長是靜態 靜態動態 靜態動態 發展權是靜態的變成動態 是 江北總 你們現在可能還不太了解 我講的那個靜態跟動態 靜態跟動態是什麼 靜態啊 比方講 比方講當初的八卦 當初的八卦 不是說當初的八卦是各自掛起來的 是分別的各自獨立的八個符號 這個是靜態 錢就是錢 坤就是坤 坎就是坎 離就是離 是不是 更就是更 對就是對 他們是個別的 可是當他變成一個圈的時候 相互有關聯了 那個是共態的 是不是這樣的 各自擺 各自擺 各自掛出來的時候 他們是獨立的 相互之間還沒有關聯性 是不是 而我在那邊看半天 看看看看看看 我發現他們之間的關聯性 我照我認識的那個關聯性來把它 把他們排到各自的位置上去 而表達他那個關聯性就變成一個八卦圖了 所以先天八卦圖跟後天八卦圖 這八個東西的關聯性是不同的 它是根據不同的關係來擺出來的 知道嗎 那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看的八個 你忽然 忽然有所領悟 你排出另外一個圖 行不行 行不行 可以啊 怎麼不行呢 你只要說得出道理 知道嗎 你為什麼不這樣排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你能夠搞出這個來 你就可以擺出 擺出另外一個圖 這個叫做動態 這個叫做動態 知道嗎 八卦圖也是嘛 八卦圖當我走擺部朝陽的時候 當我走擺部朝陽的時候 當我走擺部朝陽的時候 這是不是靜態的 我就是走擺部朝陽嗎 就是這樣子 你說我們走是心肺干涉 我下來換換換換換我變成肺 還是肺 還是肺嘛 可是我行 我行不行不要變肺 我行不行 這個 我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這個擺部朝 剛走完了我變了回來我回 我回這個 行嗎 我回這個 我再變換個小時 我變這個 行嗎 可以啊 這樣不懂 它就是個別的一個一個 你說我今天只走這個 行嗎 我走完了 我今天只走心 我走半個小時 走一個小時我只走心 然後中間我回來這個 我就收了 行嗎 可以啊 因為它就是單獨的一個東西 這樣不懂 所以走擺部朝陽的時候 這八個東西就好像八個掛 是各自掛的 各自掛著 不一定要強烈 對啊 你看你的需要 所以我們說 當我們要用它來 調理身體的時候 比方講我要 強化 強化我的肝 那你的肝是怎樣 太實還是太虛呢 它用的道理跟用藥一樣 虛則補其補實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它關聯到什麼 上面跟下面 媽媽 他的媽媽跟他的孩子 你懂 你覺得太虛了 比方脾胃 你覺得太虛了 太虛了怎麼辦 你要補媽媽 你要補媽媽 你要走心 是不是 要走心 然後你覺得 哇我吃 吃 吃太飽了 太實了 我的胃太實了 那怎麼辦 你要走肺 你去蟹 所以它還是有補跟蟹 所以當你要自己 調理你的身體的時候 有的時候 你只要走三個掌 就是 你要去調理的這個部位 我們講腎 我們講腎 你不要去調理腎 調理腎 一般男生都是腎 腎 你去看中醫中醫 就說腎 腎 那腎 腎是補親母 水的母是個精 就是肺母 肺母 所以你就 你就多練肺母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練肺 你就練白淵獻果 白蛇浮沙 再回白淵獻果 白蛇浮沙 這兩個掌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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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來你可能練 練一個棲龍飛升 讓他完成一個無恥無恥的這個流動 就好嗎 老實在走他到底是走這個腳到底是補他還是去寫他 不是啦我剛才 剛才不去講嗎 走的如果我要卸 如果我是要卸 你喬話金嘛 喬話金嘛就是喬話媽媽嘛 水的媽媽媽 所以我就要走他 如果我要卸他的話我去補他 你卸你就去消耗孩子嘛 那孩子要走 所以補他跟去卸他就沒有補他 當然有走啊 所謂走就是去強化他 是不是 你太虛了 你太虛了我要你媽媽強調一點啊 你媽媽有能力有體力來照照照照照顧你啊 餵你奶啊 那小孩子 是不是 媽媽有豐富的奶奶水來來餵這個孩子啊 這叫做 屈則補親母 那屈則 屈則卸其子 這個孩子太皮太皮了 對對對 那太皮了以後呢 這個媽媽的活動力太強了 就是這樣子 每天經歷都管 多生幾個孩子 那他帶他 他就卸掉了 所以那個時候也是要去多走嗎 還是用走的浪子去卸 當然用走啊 因為他強嘛 只強的話 當然需要從母來的養分啊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只變強了 你只變強了 他從母親那邊拿養分 是不是母親就變弱了 所以母這個母如果太強的話 你就去勞動這個子嘛 讓子變強嘛 子變強他跟母親去拿這個 養分跟攻擊嘛 母是不是就平和了呢 這樣不懂 這個叫做 屈則卸其子 好解 那這樣 這樣 這樣不懂 要屈的時候就自己去練媽媽 然後要屈的話去強化媽媽 要屈的時候就去強化 要屈去強化孩子 孩子 是不是 不是水的孩子是誰 蛤 水生光 就是乾 乾 乾啊 一般的話 一般的話 聖跟乾在一起練 因為 通常我們長大 尤其是男生 聖十的很少 很少 反正男人 男人都是陰虛 男人都是陰虛的多 聽不懂 基本上是這個道理 所以你走八股腳 他等於八個東西 他等於是藥 八味藥 他是八味藥 你可以隨便配 你看你的陰陽 陰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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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懂 那我內跟外圓 內跟外圓 行啊 我內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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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就去練外啊 把這個內太多的東西 把它卸到外圈 看不懂 看不懂 以後的人才會接受這種說法 以後 以後 真的啊 我講 因為這裡面有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問題在 也就是說 我們講的 金木水火土的 這個 跟內臟的 跟灶土的 對應 他不是西醫解剖講的那個器官 他不是那個器官 他不是那個器官 那現在一般人會 一講他就會想到是那個器官 他不是指那個器官 他也不是去指這個器官的系統 他是指的這個部分的能量 懂得嗎 他是指的那個能量 他不是指的那個器官 比較抽象 對 所以 當聖 當人 得一個人 捐掉了一顆聖 少了一顆聖 請問 他是只剩一顆聖 他還是有兩個聖 還是有兩個聖 在西醫來講是只剩下一個聖 在我們這個觀念來講 他還是有兩個聖 能量還在 對 就那個位置的那個能量還在 只是比較弱 那個還在 聽不懂 然後那個能量 跟膽 把膽拿掉的人 把膽拿掉的人 練力還是 還是我們遇到 到那個場面 他本身的那個 你拿掉了以後 請問你拿掉了以後 他那個地方是空 空掉了嗎 沒空 沒有 他還是有他的攻擊 還是有 還是有他的消耗 他還是有上 有下 是不是這樣子 比方講 我們在比方講 今天我掛了 今天我死了 今天我死了 請問我是存在 還是不存在 啊 不難啊 這就是 認知的差異 因為 以法律來講 以行體來講 我是不在的 可是我上面有 父母底下有孩子 那我在他們之間 他們存在 那我當然在啊 不是 看你怎麼認知 這個存在的 那你說有沒有受到影響 我雖然掛了 我們的祖先掛了 是不是 或者 任何一個人掛了 請問他周邊的人 海內有沒有受到他的影響 當然有 當然有 有嗎 是不是 那你有受到他的影響 請問他是存在還是不存在 哦 存在 所以現在框子還是存在 然後這倒還是 對 只要我們受到他的影響 他就存在 對 他的那個能量還在 那老師 所以我們巴魯掌 我們整個系統裡面講的那一種 這個 譬如說那一種新背感的 只要講的是那個空間裡面的那個能量嗎 那 那他新的功能是什麼 廢人物功能 新的功能就是 火啊 他的能量 他就告訴你 這個能量是火 是火的能量嗎 那為什麼又會剛好跟 他的那個物位又剛好跟 我們心裡的前頭學是有照應到的 他的能量也剛好在那個系統上 是啊 是啊 這就是 比方講 他用 他用 比方講 用五行 來解釋身體 那 五行 是不是 存在於身體之前 像有人講 地水火風 形成世界 那請問 地水火風 四個元素 是不是 在世界之前 就已經存在 原素 原素 是不是存在於 形 那個完成物之前 當然是嘛 要不懂 所以那個東西 他的涵蓋 比我們實體 而大 那這個東西他存在 可是他是用 比方講海綿 比方講他是 塑膠粒 還是什麼東西 那個原料 是不是存在的 存在的 比他早 是嗎 對 那同樣的原料 還可以完成其他的東西 是這樣的 所以當我們用金木水果圖 用五行 兩移 氣 這種東西 來解釋一個實體的存在物的時候 物理世界的這個現象的時候 那個東西的存在 比這個物質存在要早 是不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他存在的早 存在的早的話 那所有的東西 是不是離不開這五個性 有 當然是嗎 當然是嗎 是不是 你所有的存在物 離不開這些基本元素的性質 那當然他形成了升級 當然他形成了升級以後 當然他不同的就帶出來 這不同的性質 性 性 可是如果照您的這樣說 照您的說法的話 那也就是說我其實 不是練 我其實不是練這個心的部位 我也是可以念到心 是要有念到在練 也有火啊 乾也有乾火 乾也有乾 只是什麼為主嗎 他的主要功能是什麼 這樣不懂 所以有些人光以心來講 心是火 大家的心都是屬火 可是有的人的火就比較強 有的人的火就比較弱啊 是不是這樣子 可是他基本的功能 還是屬火 因為他攻擊身體溫度 是不是這樣子 他提供血液 血液攻擊身體的溫度 這個功能 舒服 大家不懂 所以當我們把五行的生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 用這個東西來解釋 身體的時候 我們解釋的就不是 那個心肝脾肺腎 這個臟體 因為臟體你拿出來 他不具備那個性 懂得嗎 你把心臟 人死了 你把心臟拿出來 這個心臟已經不具備火性 是不是 他就是一塊肉 他就是一塊肌肉 他沒有能量了 他不具備火性 你把所有的內臟拿出來 他不具備性 肝不是木了 腎也不是水 他就是一樣 他就是一樣 是不是 所以當我們在講他的時候 我們是講他是具備功能的 當一個東西具備功能的時候 他就不是那個硬體本身了 他們就整合起來是一整個系 對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主體 當這個主體 比方講這個硬體 這個硬體在動 產生功能的時候 他產生出了另外 另外一種東西 這個東西跟他周邊的 上下的那個產生結合 又相互產生影響 是不是 這個影響 他受到影響 跟影響別人的過程當中 他也不是他了 看不懂 看不懂 所以我們才講能量的轉 轉換 轉換 如果你就是你 他就是他 你們之間有什麼好轉換的呢 打架一個 擁抱一下 擁抱一下 看不懂 所以要認識到 所以要認識到 巴母長裡面 我們講的 或者說 中醫講的 我們練八卦拳 講的這些 解釋的系統 他指的是什麼 很難 你要說服以後的人更難 其實就是解 就是解釋系統的差別 這個壓克派不同的 它就是解釋系統的差別 肺為什麼屬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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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沒有精子是 發出聲音 呼吸 發出聲音 對啊 像是屬精 對啊 他屬精有很多的 很多的原因 經 我們一般講 經是發聲聲音的 我們現在知道發聲音是氣管 我以前是認為這個 我吸氣進去 他就發聲音 像風向一樣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在季節來講 他又是屬於秋天 秋天是肅殺的情形 是不是 他也屬精 所以一個東西 他屬於什麼 他不是單一解釋 當然有很多的解釋 是牽扯的太遠了 以前漢朝的時候 最迷這個 他拿這個去解釋 所有的東西 那當然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都變得太過牽強 護衛 德宗使說 五行大義 五行大義 有預備出五行大義 你專門講的 頭都昏了 是武德宗使先還是五行大義 五行大義應該是蠻早 反正這個大概都是 大概都是流行於漢 漢朝 漢朝 漢朝是最喜歡 最喜歡 但是這種觀念的起源 應該是還要改 因為任何觀念它是起源到發展 到集結成一套領 領論 所以我再問一下 那胃為什麼屬 蛤 胃為什麼屬 皮啊 因為第一個 我們認為它是屬於中公 第一個是中 它在身體的部位 也 身體的部位也是中 是不是這樣子 在五行當中 土也是中 然後土是什麼呢 土是具備 土是具備一個它生長 具備一個生長跟接納 這樣子的一個德 這樣一個德性 讓我們人吃東西下去 它把它運作 運作把這個東西 分給每一個身體的地方 它的德性也效果 然後放出來以後 也可以放那幾下 你像你一樣 對不對 皮嘛 其實皮這個東西 在現在身體上面 它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還不是很有定論 但是最近的這個什麼 疑線 疑線還很 最近好像增加了很多 對對對 因為胃是屬於六腿 五行裡面它是 它腳 它腳的是皮 皮位 看不懂 所以我們在學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要知道 不要去 它不是明確的指色 中國這些符號 當它用這些符號 在解釋一個東西的時候 它不是明確的指色 它都是去形容一個它的性質 它都是去形容一個性質 不是指的實體就對了 對 所以因為 因為真正的東西 它很難去說明 就是說這個東西 除了它以外 可是跟它有關的 由它所掌握的 所有的那個功能 可見的跟 可見的跟不可見的 所以我要怎麼去 怎麼去用一個 一個東西來表 來表明它 這 這就是 對 你想形上去之類的 對 就是明可明 非常明 老子說 道可道 非常道 那不是常道 不是常道是什麼 就是變道 不是常就是變了 懂得嗎 明可明 非常明 不是常明是什麼明 變 變明 不是貝魯 不是貝魯 蛤 不是貝魯 它那個 那個常是說不清楚的 可是我一講了以後 它就變成變了 因為我是拿 另外一個東西 想要來訴說它嘛 這就是跟現在的 量子力氣差不多 對啊 是不是這樣子 那就成為變了 那就成為變了 要不懂 所以所有的這些解釋的名詞 都是常識去解釋那個常 可是常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它盡量用一個抽象式 用一個抽象式的概念式的觀念 去解釋那個東西 而不是用一個科學性的術語 它不是用科學性的術語去解釋它 應該是比較像一個折術的 對 所以很多人講 中國人的教學 或者中國人認識這個世界 是用什麼 是用影像式 最好中國字是象形 象形是什麼 象形是什麼 象形就是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 甲骨文 甲骨文的字 它是象形 它除了 牛它像一頭牛之外 很多的時候 它那個象形 是一個事件 一個事件 大的事件 它用幾個 你換講 手啊 兩隻手啊 上面是一個鍋 鍋子啊 鍋子上面 這是一個事件 所以你兩隻手捧著一個鍋子 那是什麼含 含義 這是我們的象形 象形式 它要你去 看到這個東西 你想到那個 那個儀式 那個 看不懂 它不是明確的 用一個東西來表達那個字 它是用一個概念 用一個概念 來表達那個字 不要不懂 老師 那為什麼 埃及 我們看到埃及 很多國文上面 也都出不完 對啊 阿韋彤他們發展以後 跟中國發生會不會不一樣 因為他 他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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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沒有滅了 雖然改朝換代 可是這個延續的這個國 這個土地啊 人民啊 這些東西 思想型亂代 他沒有變嘛 不是 所以他一直傳 他一直傳這下 下來 所以埃及他 我們現在看到 土安代後 後面他跟我們看插背 對 對 所以象形的東西 用象形來學習的 用象形的概念 來看這個世界的民族 跟用科學性的精確的名詞 精確的字來形容這個世界 這是兩種民族 這是兩種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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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拿科學來解釋形象化的東西 你能解釋一部分 你是把它裁切到你可以解釋的那個範圍 可是它不是我們講的那個全部的東西 問題就在這邊 所以很難的是在這裡 很難 很難的是在這裡 但是現在的科學性的東西它比較好傳播 因為你定義了一個名詞了以後 大家知道這個名詞的定義是什麼 大家談一個東西講一個東西 大家知道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這是大家 而且它可以複製來 它可以複製 重點它可以複製 因為它的定義是很清楚的 我說這個東西 我要多長指鏡要多少 周邊班要多少 我把所有的都量出來 都定好 每個人就知道這是什麼 是不是 材質是什麼 然後每一個人做都 都做出來都會一樣 中國人做 中國人做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 他不講 他不講這些東西的 這些東西他不講的 只是管好不好用 那好不好用 那你的好用跟我的好用不一樣 我做一個東西我拿它看 好不好用 不好用 我再修 我再修修一點 是不是 還不好用 我再修修修修一點 就變成對我好用 對不對 可是傳到他手上 所以這種東西是屬於 藝術性的東西 他不是自私的東西 很清楚的東西 要不懂 對 那中國做這個刀劍 也是什麼 那個師師傅一邊打一邊撞 他拿他的 憑他的經驗 拿手蹭 不行 重量偏錢了 再打 蹭蹭 好蹭蹭 可以了 誰要用 打給誰用的 拿來這邊蹭 不行這邊偏 偏了一點 再修 是這樣子 再打一下 再修一下 這邊要加重一點 他是憑著個人感覺 適合每一個人 你的東西就是適合你 他是這種東西 那日本的刀不是啊 日本的刀是拿什麼規格 他都給你規定好 是不是 你就不要改 你就不要改 一帶一帶船 都打的是這個規格的 對不對 那品質確定嗎 品質比較統一吧 對不對 要不懂 那是兩種文化的差異 所以我們學習要頭刀裡面要放這種差異性 有些我們需要西方的那種精確式的語言 精確式的敘述 敘述 敘述 有些是需要東方的這種 我們中國的這種 這種 這個 視覺化的 影像化 這樣子 他是一種 了解 他是一種 了解 他不是一種 知 知識 所以中國學的東西都講 你有沒有霧 你有沒有霧 那個霧是什麼 如果規格都是一樣的東西 我不需要霧 是不是 我知道了 拿來就好了 你跟我的一樣 大家都一樣 那有什麼好霧 那不需要霧 因為他不是標準性的東西 他在這個東西之外 還有一些東西 才需要霧 是不是 他是活的東西才需要霧 要開窍 對 那那個 為什麼要開 開那個窍 對 是不是 開窄 對 如果都是一個模 一個模具下去 下去 大家做出來都 都一樣 都一樣 是不是 跟機器 泡乾 幾分鐘 水溫多少 幾分鐘 多少量 幾盎司的咖啡 或者什麼 機器設定 電腦設定好了 那每一個 那每一個都一樣 但就沒什麼好霧了 是不是 那沒什麼好霧了 而且有的時候你喝咖啡 我喜歡到那個咖啡店 那個是不是衝的 不一樣 符合我的感覺 感覺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 所以也難怪現在世界會變成這樣 就是因為現在這個世界都是造的西方人的想法 所達到出來的世界 對 還有機器人去做很多規格都一樣 對 那你說他 他那個可不可以 效率好啊 他便於推廣嗎 便於普 就是這樣 但是有很多的領域 你把它普及化了 你把它規格化了 以後那個東西就死掉了 好像中醫最困難的就是這個 中醫最困難就是誤 你不誤的時候你是零 你不誤的時候你是零 是沒有用的 你照著方子 書上的方子 來開方子 能治好嗎 會好的病就治好 治不好的病一樣治不好 就這樣子吧 中醫的神明之處 就在於這個誤 就在這個誤 是不是 那你說現在用科學方法來學中醫 那你就切斷了那個物 那個路沒有了 因為頭腦裡面沒有那麼多東西了 要不懂